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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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为下一个阶段去铺定基础 还是你觉得第一阶段的协议 为了就不了了之大 第一阶段的协议现在没办法履行 是不是 实行了多少呢 那你戴琪跟拜登政府 现在也没有公布最新一季度 中国买了美国多少价值的产品 美国出口到中国有多少 中国有没有遵守这个川普时代 那个时候这个数目是莱特希泽 那个时候那个是数目是清清楚楚的 加了你这个百分之二十五关税 但是现在这个拜登 现在这个是维持的 但是最新一个季度 中国买了多少美国货 好像没有公布 然后美国又进口了多少中国货 也没有公布 我认为这里头有让这个美国有点尴尬的地方 我认为广是这个医疗用品跟口罩 你现在非得要向中国购买不可 医疗器材 还有你这个拜登又说要推行这个绿色能源 太阳能板你能不买中国的吗 我看也得要硬着头皮要买 然后呢最严重的我认为是拜登现在 批了差不多两万亿 在国内要这个纾困措施 而且拜登夸下海口 说美国的这个铁路系统啊 比中国落后很多 他准备要重修这个公路跟铁路 那么请问建筑材料你自己是不是能生产 第二你建筑的人力的成本 你会不会用美国的工人来给你修这个高铁 来给你重修公路 是不是 我认为这些都是空中楼阁 是不是 当时川普的意思就是说把美国在中国的生产线给撤回来 那当时很多人就说这个是空谈 因为美国年轻人现在不愿意进工厂 那么同理如果你拜登现在要搞螺丝服的那个什么 要全国的什么公路呢 这个铁路要大翻新呢 我们要把基建把它搞好啊 要追上中国啊 那修路工人建筑工人你要用什么人呢 是不是用那十万个从墨西哥拥进来的人呢 是不是 所以这些都是糊涂账 这些都是你问拜登他78岁说话多多说说 他说不出来的 不要说现在了 您这一下子就顶到顶子上去了 你不要说现在一百多年以前 是用铁路也不是美国人了 是啊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IT网络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的美国人 我不管是意大利啊 爱尔兰啊 波兰这个移民来啊 他是肯干你 现在是不肯干的 吓死人呢 这些大城市里头你看 胖成这个样子啊 你看这现在美国的这个最低工资是多少 美国你要请一个工人成本是多少 如果能这个这一套大基建的计划能够行得通 那根本不需要中国制造 所以这本身是个伪命题 除非你拜登宣布 我要重修这个公路 破破烂烂 我要搞这个高铁 我买中国的东西因为便宜 而且还进口中国的工人 对他们是最好的方式 进口拉定 进口一千万 进口一千万中国劳工 这个十九世纪末不是就这样吗 那个时候连你美国的牛仔都都不愿意干 不然为什么就从台山广东去进口这么多华工呢 是不是 开玩笑 十九世纪末 你盖着这个横贯北美洲的铁路 你自己美国人都不要干 何况今天 你拜登说要重修铁路要搞高铁 所以根本就三个字 叫假大空 是不是 那你在这个假大空的美国梦之下 你这现在跟中国再算这个贸易协议 这个不是个糊涂账吗 前不扒春后不着点算什么 是不是 他不现在不是烧头皮吗 都不知道怎么交代吗 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戴琪店的专家 我手上没有他那个数据 但是我们就看这个大的这个场景 这些大原则大理念是相互矛盾的 对不对 你搞绿色能源 你说搞就搞 不那个什么就等于毛泽东说 十五年超音赶美 现在我听这个拜登这个经济政策 就有一点的十五年超音赶美 那个是个气牌 是吧 细节在什么地方 你要搞这个记号 你可以印钞票 不要紧 你印钞票他不缺 但是劳工他缺 建筑材料便宜的他缺 是不是 你搞啊 是不是 搞不起来的 所以这一方面的中国是 也不是他说什么 什么什么东升西降 他也有一点的依据了 他叫李克强提交的这些什么进出口 这些原材料 这个劳工成本 一看再跟美国一比 是不是 这确实是东升西降 你拿不出来 你这个劳工的美国人不要干活 就是不要干 你说你不要上美国 我为什么这么肯定 香港就不要干 香港的年轻人 不要干 我们天天看到有新楼盘 有新房子落成 是不是 但是一到这个建筑 这个地盘就看 全是外来的劳工 你到香港的西餐厅去看看 现在不说中文的 全是说英文 那些什么五星酒店 我去 这现在不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吗 我到这个星巴克 很多是咖啡店 这些比较高级的西餐厅 全用他妈的菲律宾人 洋人 没有香港人干 但是忠实的菜馆 酒家就是用大妈 就是新移民 很奇怪 新移民都是四十来岁以上的大妈 叫香港本地人来当 很少 绝少 是吧 在台湾也是这样 你别看台湾的劳工比香港便宜 你看看什么 他老哥 很多地方都是越南人 满街的人 所以这个是全球化的 共同的现象 大陆早晚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 所以他现在广州有三万黑人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高瞻远逐的 这个一个政策 将来你不要说广州 整个珠三角大湾区都会出现黑人当服务员 黑人在这个公路上收费 黑人给你盖房子 是不是 不会干的 慢慢这个什么乡下里什么牢 从到这个城镇里头什么富士康啊 这个现象会慢慢成为过去 现在不是大陆说要躺平一种吗 那些人就就讲了年轻人说躺平 不干了 不干活了 那要不要消费 不要消费 什么双十一高光棍节买不买东西 不买 低欲望 低消费 就是这个这个新生 所以这叫全球化 全球化呢 在香港出现的毛病 然后美国一定接上来 西方接上来 到最后中国也会出现同样的毛病 这个当中相隔大概是十年到十五 二十年 日本不就是二十年前就草食难了吗 那个不就是日本的躺平族吗 是不是 那个时候中国的看 你看这日本没出血不生孩子 日本不生孩子 过了什么两百年 他就灭出来 现在你中国的年轻人也生孩子 也不生了 那你十年前笑什么日本人 是不是 这全国肯 全世界都是一样 这个是不分种族 不分国界的 总之你富裕起来呢 下一代 他那个意识形态 那个价值观就有变化 那您就觉得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真正重新去执行第一阶段的协议的可能是比较低 您的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一笔糊涂账 说不清楚 一笔糊涂账 他现在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认为 戴琪啊拜登这帮人也不知道怎么办 是不是 如果你叫川普做连任 川普给你应来 批你手段 他会减税 那你拜登有没有减税 又把这个税又抬高抬了7% 所以你这算哪门子这个经济治国呢 这个 你们说不出来呀 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个拜登这个经济这个战略没有一套完整的理念 我们就知道 他学这个罗斯福1929年以后大手笔是不是 但罗斯福那个100年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罗斯福那个时候是美国 那个时候没有全球化 美国的经济跟中华民国那个时候还是北洋时代 北伐的时代 那个时候没有挂钩的像今天这样 所以这个不能够是类比的 你说有人说拜登想当罗斯福第二 这是做梦 私人说梦的事情 不会有这个 如果拜登他自己相信 那是老糊涂了 对不对 我还是要去之前 就让他去读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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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的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